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的介绍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台大医院医师李秉颖 大家好 邀请到乌比乌房屋总经理叶国华 大家好 要来谈谈房价沙声隆隆 也邀请到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秘书长廖宇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网路观察家朱学亨 各位大家好 生物老师潘洋红老师 阿关 大家好 我要带你来关心疫情的最新发展 在今天传出了澳洲有一位58岁的男子确诊 比较令我们担心的是 他是3月3号搭我们长荣台湾飞布里斯本的班机 所以不知道到底班机上有多少台湾人 指挥中心现在还要做清查 这是今天的最新新闻 不紧接待你来关心的是 房市真的有可能复制SARS的模式 先杀后反弹吗 这一波的房地产跟SARS那一波的房地产的行情 会走一模一样的路线吗 我们来看SARS房市崩盘真的有机会重演吗 其实市场反而出现了精准型买方 什么叫精准型买方 土一也做了预测 土一说疫情过后房市会出现U型反转 但也有另外一排说法说 台湾的房地产真的惨了 专家警告撑不住这一波的资金抽走潮 所以台湾房地产是不是真的要惨了 惨了之后真的会U型反转吗 国华 我们这一次这个疫情 会不会像SARS那一次 SARS怎么样SARS过后房价是上涨的 然后呢 所以大家都说 你如果是买房在SARS的时候买 你有够聚 一定贪 对啊 其实SARS买房的人 其实都没有投资客 SARS那时候买房子 不用买 都是什么房子 我就是SARS那一波买的 那时候是不是想自己住 还是真的看准 说因为SARS可以买可以投资 没那么厉害 那都是自住 所以真的SARS在发生的时候 是自住型的客户进场 那后来94 95 96 很多投资型的客户 才开始陆续进场 那我们来看看那几年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那这一波会不会有SARS 这样的机会重演 可以赚一点钱 我们来看看 大家为什么这样想 你看到当初SARS的时候 2003年上半年 我们用这个当基础房价 就是那边 整个台湾是100% 对不对 最右边是100% 你看到它发生三年后 2006年上半年的房价 你看它涨多少 涨36% 就下面红色的 整个全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 新竹 台中 高雄 全部都涨 所以大家在想说 这一波会不会也是 所以我跟你说 那不是厉害 不是厉害 那是胆子大而已 所以这次要搬 因为上一次 上一次错过了 那这一次有没有机会说 我看准我进场 错过了 那这一次有没有机会说 我看准我进场 再看一下五年后 五年后 你看在对比之前的房价 平均涨到多少 62% 这次没得到 就涨死了 所以SARS那一波 不管你在哪里买 买到哪里 其实通通是涨 涨多涨少而已 没错 所以这波没有跟上 那不是笨吗 那这一波是不是 另外一次的机会来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下一张 你看看真的 这条线多迷人 你看从2003年的SARS 之后第三季开始 这条线 就跟女人的美丽一样 一路向上 指数向上 没有下来过 女人的美丽会一路向上吗 通常会随着岁月而一路向下 我不能这样讲 这样大家讨厌我 可是美丽一定是随着年纪而一路 通常不会 跟年纪重反比 OK 它就一路向上 你看看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成交量 它从2003你看 当年是35万户 对不对 它前一年是32万户 你看它的逐年上升 到2014年 大家都穿下去 41万户 你觉得很高 隔年43万多户 再隔年45万户 你可以想像去年成交多少户吗 30万 那这中间的15万跑去哪里了 所以大家想说 如果我可以赶得上2003 你还没有脱动 都贪了 所以到底这一次武汉肺炎 会复制SARS那一波的房地产走势 第二是 这一波有没有杀得像那一波那么凶 是 背景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波SARS之前的前十年 房市修正了十年 那十年了你知道吗 全台湾建商工会 缴这个所谓的会费 本来两万多家 到SARS那一年 全部5千金里缴 所以75%的建商是不建的 为什么 因为建商推案 都倒了 卖不掉 然后价钱推案的时候 40万到交流 现在20万 大家都不交屋 然后全部丢给建商 然后买的人 宁可被他银行法拍 那时候有AMC 叫资产管理公司 把他吃掉 那十年的一波 把房地产整个打到底盘 所以其实SARS是最后一波 重重一击 也就是那一波 事实上是超低 超低 你想想看 你知道台北市大安区 公寓一瓶才21 2万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对不对 你现在有可能更建商 我感觉不太少 现在都60 70万来 所以那个基期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当时SARS 卖房子的人 现在都堆心肝 要靠没眼睛 那几个没眼睛 那几个没眼睛 现在想到他去这么多 再没眼睛 我当初有一个客户 他的房子在哪里 在中城路 中城路是在天母 天母 三房 有电梯 有双车位 不错 只会现在要多少钱 最后接近4000 对不对 现在要4000 对 你知道那时候有多少钱吗 刚好有一对夫妻 刚好是因为SARS 不知道我干什么 反正被关起来了 后来因为他要买房子 就想说 还是要买 因为小孩要读书 结果就到天母来看 这个客户本来要卖1500万 整个SARS都没有人看 他急死了 再不卖掉 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刚好这个客户出现 你知道吗 他给他出多少你知道吗 出1000 1500 他买买1500 卖方要卖1500 卖方要卖1500 他是开洗衣店的 开洗衣店的 然后买方的出1000 你敢吗 你敢不然开1500出1000 我不敢 你不敢对不对 那对夫妻就是说 你真的要叫我买 我就出1000 哈 1000杀这么多 对50%哪有可能 你去试试看 我没买也没关系 我告诉你 最后结果是这样子 成交了 最后就加5万块 把它成交了 所以到底是成交在 1025 1025 成交了 对 1025万成交 那我在想 屋主一定是很不敢买 但他为什么成交 因为就只有他一组出价 没有错 因为当初根本没有买方 结果你看他出这么低 竟然买到 那间房子现在已经快 那我回到现在 现在有当时的景况吗 现在有 像以前 我那时候去看房子 Sales比客人多 没有人出价 卖房子 那个红纸 写到都变白色的 还没有人打电话 现在有当时的情况吗 现在市况有这样吗 现在的市况 当然没有 那时候激起这么低 可是要卖的房子 确实是蛮多的 但是条件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取得的屋主 价格的成本 比较便宜 没有错 可是因为他长期卖不掉 那现在呢 现在的买方 有没有之前多 没有各位刚刚看到 那个成交量是不是比较低 我们现在成交了一年不到30万 所以现在买方仍然是很少 很少 很少 所以呢 但是呢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 又激出一波人干嘛 说 我有没有便宜可以捡 所以你看到 他不敢出来看房子 可是他在背后 在背后 在网路上查询房子的量 从后台的大数据来看 他是变多了 我懂了 这一波的买方 多出了比SARS那一波的隐性买方 就是在键盘上的买方 是是 键盘上的买方 而这样的买方 过去可能会出来看8间房子 随便看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他哪敢到处去看房子 所以就在键盘上 在网路上看房子 那看了之后呢 各位 实际上到仲介的店头 你会发现说 奇怪 以前一天或一个礼拜 有一百个客户 现在一个礼拜存不五十个人家 存不五十个人家 都是在电脑上 网路上的 但是喔 他就打电话来了 以前100个打进来 只有15个会来看 现在呢 农历年后呢 100个打电话进来 会有40个进来看 可是现在没有100个打进来的 只有50个 可是还有40% 也就是说来了20个人 这20个人 就现在撑的 现在的市况喔 我告诉你 中介店头的成交量没有变少 什么原因 精准型买方 他网路上已经搜寻完了 我就是看这四间 看完之后 我已经筛过了 我就是要买 这样的买方确实存在 而现在的屋主干嘛呢 我们上礼拜三个个案 这个屋主本来卖1480万 是 上礼拜才三天而已 你知道降到多少钱卖掉 1120万 所以降价的幅度 跟SARS那一波一样吗 现在就是缺 可以像那一波那样 从1500刷到1000 然后成交在1025吗 那我就真的要讲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所以刷价的空间 会像SARS一样 对 买方呢 跟那次的不同是 现在很多的是隐性买方 是 那会不会像SARS那一波一样 刷下来之后就反弹呢 好我们这样讲 他应该有减便宜的机会 是不是能够反弹 现在没有人说得准 我预测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幅度 但是你有可能减便宜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缺钱型 集钱型的卖方 这时候卖不出去 他非常珍惜 现在能够出现的买方 所以他愿意降价出售 好 那我们就回来问 土银预测的U型反转会出现吗 这个你看银行就是这样 希望做多 因为银行烂头出很多嘛 闲钱很多嘛 希望快速的把它放出去 但是从他去年前年的 这个放款的这个贷款量 见真的情况下 他当然希望他朝上发展 可是我这样讲 这个是成交量带出来的 他不是价格上涨带出来的 这个所谓贷款量 这样各位听懂吗 听不太懂 因为土银用了三个指标 第一指标是 他用一月份的房贷余额 他说成长了 他用土兼容累积平均余额 他也说成长了 包括他用了国贷房价指数 也成长 所以他用了三个指标预测 很有可能只要疫情减缓 就会出现U型反转 这是土银的预测 是啊 所谓的U型是这样啊 那下面这个要拉多久啊 这个U的下面这个要拉多久啊 所以这里面没有错 因为交易量有增加 所以他贷款量增加 这是确定 但是价格没有上来 不是价格上来 土建融是赢建商看好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U的这个地方 没错 在下面 是不是 因为我想所有的消费者最关心的是 现在是这里还是这里 所以他现在在哪里 在底部 只是不知道这里要拖多长而已 没有错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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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出来看房子是对的 好 那只要将来会这样就可以了吧 那将来会这样吗 诶 这个没有人说得住 不过 以去年所有的这个金钱 回台湾的这个金流回来这样 这个是可期待的 好 是值得期待的 未经许开 不过 这个金钱 最初的就是 对的 这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